一切都是有人類的慾望所引起的 而這些惡毒的言語 就把Winter 關在無盡的黑暗當中 這邊閃爍的美光燈 我就有點在暗示 入侵到藝人私生活的狗仔、私生犯 而網路上人們躲在鍵盤背後 所留下的各種商人的文字 還有符號 就像是一把把商人的歷刃 把ESPA的四名成員 一瞬間就拉入到了 黑曼巴的領域當中 領域展開 要Cindy 大家好,Cindy也有 上週SM終於釋出 長達17分19秒的 SMCU第二章 Next Level 距離第一集整整過了一年 這次的內容除了實際演出的部分之外 還加入非常多漫畫、動畫卡通的元素 我覺得有一種在看 知道巴比動畫的人 應該年紀都跟我差不多 我們是同年代的 其實這一集的內容 大部分就跟我之前在解析Savage的MV差不多 只是那支影片 不知道是被演奏法邊緣還是怎樣 很少人看到 所以今天我就用第二章的內容 來稍微複習一下上次的MV解析 那我們一樣先來快速複習一下 SMCU的世界觀 ESPA除了四名人類成員之外 他們還有其他四名AI成員 叫做愛 那愛他們會居住在一個空間 叫做Flat 也就是虛擬的網路世界 所謂的愛是由我們所上傳到網路上面 所有關於我的訊息 所形成的另外一個我 所以它一定會跟我們有一定程度的連接 這個連接的狀態就叫做Sync 有三個階段的形態 那透過Sync 我們就會跟愛享有共感 ESPA的四名成員就跟愛達到了最高的連接 也就是Record的階段 這個時候愛他們就會離開Flat 進入到Real World 也就是我們人類的世界 跟我們進行實際的交流 並且和我們成為Mai 那虛擬的空間Flat 跟真實世界Real World中間 有一個叫做Pulse的天坑 Pulse其實就是Port of Soul的簡寫 就是類似現實世界中的蟲洞 可以從一個世界穿越到另外一個世界 也就是類似門的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這個訊息 也就是門等於Pulse 打開了這個Pulse之後 就可以進入到匡雅 匡雅則是SM他們所創造出的 一個無規則、無定型、無限的領域 在這個地方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匡雅的盡頭有一個地方叫做Cosmo 這個詞應該是由宇宙Cosmo 這個詞去轉化而成的 我上一次有推斷說 這個地方可能是Black Mamba的起源地 或是目前被Black Mamba入侵的一個基地 第二張的影片 由一支管弦樂隊揭開了序幕 他們正在彈奏的樂章 其實就是Black Mamba的管弦樂版本 而舞台後方的螢幕上面 播放的就是SM之前釋出的 SM Little Film的影片 那我覺得Black Mamba 他把它改編成管弦樂版本之後 聽起來非常的神聖莊嚴 而且會有一種很澎湃的感覺 就好像是在暗示著 接下來故事的發展一樣 那這時在樂隊中的愛成員 突然出現雜訊並且消失了 而畫面一轉 世界各地的愛 也同時出現了think out的現象 所謂的think out 就是指人類跟自己的愛 斷開原本的think連接的狀態 而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就是因為有Black Mamba 這個類似電腦病毒的存在 在中間作梗 他入侵到了flat網路世界 並且試圖想要挑撥 人類跟愛之間的關係 那接著愛Kalina 突然就成功的跟Kalina聯絡上了 這邊的畫面 就改用了漫畫的方式來呈現 這是因為SMCU是由李秀滿所提出的 新媒體概念Kalman所設計的 Kalman這個詞就是由 Cartoon的C Animation的A Webtoon的W Motion Graphic的M Avatar的A 還有Novel的N 所組成的一個混合式新媒體的總稱 用這個方式來呈現的媒體 就會像這次的第二張影片一樣 會用實際的影片 還有動畫、卡通、漫畫等等 不同的格式去做穿插 而且中間的銜接是非常流暢的 那這個時候 Nivis就告訴大家 Kuangia裡面有某個東西 正在妨礙人類世界 Real World 還有虛擬世界 Flap之間的聯繫 那她也透過了她的能力 將Kalina的意識 和Flap當中的愛Kalina 合而為一 變成了Sink Dive的一個狀態 這邊有一個小彩蛋 當Kalina的意識 跟愛KalinaSink Dive的時候 艾Winter有問她 這時候Kalina的回答 就跟當初她和愛Kalina 初次見面的那個時候一樣 那在Sink Dive的時候 人類和自己的愛的意識 就會變成同步的 而且享有共同的感知 是超越Record更高境界的一個狀態 但Nivis也說 這個狀態並不是隨時都會成功的 好像是為後面留下了一點伏筆 那接著 愛Winter 還有愛妮妮 就給Kalina展示了一下她們的技能 這個技能跟收錄曲 Energy裡面所形容的 是一樣的 那這邊大家可以先記一下 之後後面還會提到 然後Nivis她就放出了一隻蝴蝶 並讓剩下的成員 也跟著一起Sink Dive 接著她就打開了POSE 讓Aespa可以跟著蝴蝶的指引 進入到匡雅 在進入之前 Nivis也提醒了Aespa 匡雅的規則 第一個就是不要貪圖匡雅的東西 第二個則是千萬不要回頭 他們在穿過POSE的這個畫面 也是之前SavageMV裡面出現的畫面 當他們抵達礦野之後 接下來又是一連串很酷的Cowman的畫面 而成員們就跟著蝴蝶在框牙當中穿梭 中間他們遇到了一些狀況 其中一個就是Blocked 如果直接翻成中文的話 就是封鎖的意思 而成員們也趁機展現了他們的能力 這個地方就跟Savage這張專輯的收錄曲 Energy是相互呼應的 Kalina是火箭操作者 她的英文是Rocket Puncher 所以她的武器就是她的拳頭 而Winter則是武器運用者 結合剛剛前面愛Winter的展示 可以看到她除了槍、刀之外 還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武器 Winter跟Kalina的能力 應該是可以相互運用的 之前在SavageMV也有看到 Winter射出了子彈 藉由Kalina的火箭之拳 可以讓那個子彈的威力 有更加倍的效果 那接下來 尼尼她是運用了 她的繪圖能力 以及她的駭客能力 在框牙當中很自在的穿梭 當她遇到了這隻熊熊 來擋住她的去路的時候 是Gicel幫她排除了障礙 Gicel的能力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詞的意思是 異語能力者 是指說一個人沒有到那個國家 但是卻會很流利地講那個國家的語言 雖然說她的能力呈現 並不是非常明顯 不過因為語言 其實是網路世界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溝通媒介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跟別人交流 都是透過留言的文字 還有不同的語言翻譯等等 結合之前在Next Level MV裡面的描寫 可以視為是一個羅盤 或是一個定位系統的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的畫面背景 出現了非常多不同的場景 這邊的場景 都是之前MV有出現過的畫面 像是左上就是Savage的群舞畫面 那右上則是出現在Next Level後面的部分 左邊中間的這個畫面 是Savage中間的Bridge的部分 左下的這個畫面則是Next Level的畫面 右下這個畫面比較特別一點 它有點像是每次只要進入到框架的時候 下方就會有兩個圈圈的門 然後還有一個很像地下鐵的構造 但它的配色又有點像Kai的Solo歌曲 嗯 不過這樣也不意外啦 因為SMCU就是要把SM旗下的各個團體 都加入到這個世界觀裡面 那蝴蝶最後就指引了 Espat來到了一個火車月台 這邊就連結到了他們的出道曲 Black Mamba 他們搭上了MV中的那台列車 然而其實這台車已經被Black Mamba 悄悄的入侵了 原本彩色充滿花朵的車廂 就瞬間被一條黑色的蛇給佔領 把Espat的四名成員 一瞬間就拉入到了黑曼巴的領域當中 領域展開 那當黑曼巴呼喚了Kalina的名字的時候 可以看到Kalina內心的黑暗面就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可以看到Kalina四周被各種破碎的鏡子包圍 鏡子中反射的都是她哭泣的模樣 那耳邊則是不斷傳來對Kalina寄予厚望 但實際上是給她很重的壓力的話語 那她手上的書本也硬生跌落到地面 這本書是綠野仙宗 有一個TMI就是這個封面 是1900年第一次出版綠野仙宗的時候的封面 這邊有個小彩蛋 就是綠野仙宗當中有一個虛構的國度 叫做奧茲國 她的四周都是被沙漠所包圍 沙漠其實就是孕育SM宇宙的起點 在NCT、EXO的作品裡面也都有出現過 更是礦野周遭的主要環境 那故事中的四位主角就好像ESPA有四個成員一樣 除了Kalina遇到了內心的黑暗面 Winter、Giselle還有妮妮也分別遇到了不同的困境 而這些困境也是跟Savage的MV相互呼應的 Winter她不斷聽到有人在背後議論她 並且留下了非常多負面的言論 而在她逃跑的過程中四周都是黑曼巴的身體 樓梯的鏡頭顯示出現黑曼巴的眼睛 而接著瞳孔就變成了嘴巴 象徵了網路上面的言論暴力 而這些惡毒的言語就把Winter 關在無盡的黑暗當中 好像一座深不見底的井一樣 而在井口注視著她則是一張張模糊不清 沒有辦法得知她到底是誰的面孔 這邊的描寫其實就跟網路上收到酸民的言論一樣 你永遠不知道 螢幕背後議論你的人會是誰 Giselle則是先呼應了第一集當中 她成為媒體的美光燈焦點 這邊一樣也是很多人都拿著相機對她拍 而當她們把相機放下 卻發現她們的臉都變成了Giselle的面孔 這邊閃爍的美光燈 我覺得有點在暗示 入侵到藝人私生活的狗仔 私生犯 那這一張張跟Giselle相同的臉 卻都露出了標準的微笑 這部分我覺得是在形容 社會大眾對藝人的標準 總是那麼嚴格 他們必須要完美無缺 再難過身體再不舒服 都必須要擠出專業的笑容 因為這是他們的工作 也是社會大眾期待他們展現的樣貌 但是藝人也是人 他們難道沒有心嗎?難道沒有情緒嗎? 那另外對應到Savage的MV還有歌詞 我覺得這邊有很多跟Giselle相同的臉的描寫 應該也是在形容網路上的犯罪 Deepfake 就是前陣子鬧的飛飛兩兩的換臉技術 那玲玲她一開始被各種美好的emoji包圍 結果突然其中一隻長出了刺 刺傷了玲玲的手指 我很喜歡這邊畫面的呈現 因為她留下的鮮血 就滴在了一把鋒利的刀刃上面 而網路上人們躲在鍵盤背後 所留下的各種商人的文字 還有符號 像歷年來有非常多的藝人 都因為承受不住網路上面 對她們的傷害而選擇親身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負面的網路攻擊呢? 上一集其實Black Mamba本人就親自解答了 這一切都是由人類的慾望所引起的 那接著鏡中的愛Kalina就說 自己是人類Kalina最想要成為的那個完美的我 這邊就呼應到第一集當中 課堂上同學的描述 因為我們上傳到網路上面 通常都是經過美化 修飾過後的自己 並不是真正的自我 所以最後的愛可能會變得比實際上的我 還要再更加完美 但其實這邊的愛Kalina 是黑曼巴為了要迷惑Kalina 並且挑撥他們之間關係 所幻化的樣貌 而四名成員都被黑曼巴 關在一個透明的牢籠當中 被各種網路上面的攻擊折磨者 那這邊的這個畫面 其實也跟Savage的MV 還有她的歌詞是對應的 就在Kalina差點被黑曼巴迷惑的時候 Nivis的蝴蝶出現在她的面前 讓Kalina發現眼前的這個愛 並不是實際上她的脈 而她也想起Nivis在他們心前給她的中骨 於是Kalina就瞬間清醒 並用她火箭操作者的拳頭 打碎這個玻璃牢籠 就除了她自己 還有其他三名世界 這個地方其實就呼應到綠野仙宗的故事 因為綠野仙宗一開始 四名主角都在尋找一個自己所缺少的東西 像陶勒斯在找家 然後機器人在找心 稻草人找頭腦 然後獅子找的則是勇氣 而經過了一連串的冒險之後 她們四個都找回了自己所缺失的一部分 變成了一個更完整的自己 Kalina沒有被眼前的慾望所迷惑 找回了自己 就像在呼應這本書的內容一樣 那當她們的意識 從黑曼巴的禁錮當中解放的時候 發現列車已經發生了變化 到處都是Black Mamba的黏液 而整部列車也被黑曼巴所佔領 這時從地上的泥鬧中 有一個女人慢慢的起身 就回到ESPA她們的出道曲 Black Mamba的MV最後 到這邊就把ESPA前面發行的 這三首主打歌全部都穿在一起了 那接下來的內容 應該就是等7月8號 她們發行新專輯之後 還有SMCU的第三章 才會有更多的描寫 另外我上次在解析Savage的時候 有提到黑曼巴是由各種 慾望所集合的黑暗勢力綜合體 從Savage的歌詞中可以看出黑曼巴兩項很重要的資訊 第一個就是她的能力 這邊提到她的能力是贊成能力 我覺得描寫非常的精趣 因為網路上面這些負面的言論攻擊 是深深不息的 而且永遠不可能完全消失 再來第二個就是她的弱點 也就是演算法 之後可能就會看到ESPA成員 如何抓住演算法的弱點 來攻擊甚至打倒黑曼巴 那Savage的專輯當中還有其他收錄曲 可能也跟這次的故事是息息相關的 像是其中一首I'll make you cry 她的歌詞是在講述 被很信任的人所背叛而決心復仇的故事 這邊就對應到劇情中 愛Kalina她被黑曼巴入侵而黑化 因為愛Kalina她是Kalina最親近 最了解她的一個存在 但是現在卻被邪惡的勢力所控制 那另外我自己也腦補可能是在形容 Naivis和黑曼巴之間的關聯 因為網路上很多人都說她們兩個長得很像 所以她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很有可能跟人類還有愛一樣 是一個鏡子中的兩個倒影 兩個人是同一個人 所以說不定是Naivis被黑曼巴背叛 那接下來另外一首歌Lucidream 這首歌的歌詞是在說明明知道所愛的人已經離去 但是卻還是在夢境中找尋著對方並且思念者的情感 這個地方的形容就有點類似 Savage的Bridge當中對Naivis的描寫 在這段歌詞中我們可以知道 Aspard還有黑曼巴在戰鬥的時候遇到了某個危機 但在這個危機的狀況下是Naivis出手拯救了她們 這個拯救的動作可能造成了她的犧牲 但這個犧牲不確定是她消失了或是她失憶了 這部分還沒有描寫到 那這個犧牲就讓她幻化成了一隻蝴蝶 而這隻蝴蝶正是貫穿SM宇宙的那隻蝴蝶 這也是為什麼Naivis她的陰會那麼接近Naivis蝴蝶 那她犧牲了自己拯救了身陷危機的Aspard之後 Aspard也答應要找回她失去的記憶 第二張影片最結尾的地方可以看到 當黑曼巴重生的時候 Naivis她的手也跟著變黑了 也對應到我們剛剛說的 她可能會犧牲自己來拯救Aspard 也很有可能代表她正在跟黑曼巴同化 因為她們兩個是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那這個就是等之後的物料出來之後 才能做更精確的解釋 以上就是這次SMCU第二張的解析啦 這次的內容其實就是一個極大成的感覺 把前面Black Mamba、Next Level到Savage的內容 全部都串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反正大家看完之後 也更能了解Aspard的世界觀運作 那就期待之後7月8號 MV真是釋出 就可以知道之後的故事是怎麼發展的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前面 我解析SMCU第一張的內容 還有XO的故事線的話 都可以點右上方資訊欄或是下方資訊欄去看看 那我是Cindy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發的通知 也記得要把我這支影片 分享給所有對SMCU有興趣的人 不然我又會被我演算法給邊緣了啦 雖然我不是Black Mamba 但我的弱點也是演算法好不好 好那我是Cindy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